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介绍一个新的AI技术 ControlNet 这项技术可以让用户轻易控制生成角色的姿势和环境布局 大大缩短了图像生成的时间和咒语的长度 在图像生成过程中 控制姿态或环境布局一直是一个困难的课题 需要用很多的咒语进行测试 这样很费时费力 但现在有了ControlNet 这个神经网络技术可以轻易控制生成角色的姿势 大大缩短了生成咒语的长度 ControlNet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可以从照片中截取出主体的形状和方向 再由Stable Diffusion生成不同图案的背景 ControlNet主要适用于Stable Diffusion扩散模型 加入文字来生成图像中的输入条件 以控制生成出来的图像 只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 就能轻易控制生成结果了 ControlNet的成长相当迅速 才在2月10日发表论文 很快有训练好的模型可使用 对Python有一定认识的人 不妨到ControlNet的GitHub专案页下载模型来试试 在ControlNet中即使简单的线条涂鸦都可以用来控制生成的小狗的姿态和整体构图 输入的图像不需要是完整的图画 只需要用简单的线条来勾勒造型 也可以 甚至可以提供姿势骨架 就能生成不同意着的月球上的太空人英姿 只需要改变骨架的形状和姿态 就能轻松生成不同风格的图像 不仅如此 ControlNet不仅可以控制人物 动物角色 还可以控制环境布局 例如房子的方向 角度和透视等 即使是家具布局也可以用ControlNet来控制 不再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尝试 大量生成图像看哪具咒语合用的做法 ControlNet可以直接用骨架生成指定构图和姿势 这让AI生成图像变得更加容易 未来人人都可以轻易用到AI技术 但我们仍然可以运用画师的技术来构图 让AI生成的图像更加生动有趣 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ControlNet技术 相信这项技术的推出 将会改变图像生成的游戏规则 如果你对这项技术有兴趣 欢迎到下方留言与我分享哦